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杨兴玉小妮老师 好 老师一开始先把你个人 先稍微介绍一下 你一开始单纯就是一个 这个舞蹈工作者吗 对 我六岁开始学舞 那就这样慢慢读啊 慢慢跳啊 这样出社会之后 就开始当舞蹈老师了 那目前到现在 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有在教学 那差不多已经 二十几年了 哪方面的舞蹈 有小孩子的也有大人的 一开始是小孩子的 那小孩子的就是 不外乎就是芭蕾舞啊 中国舞啊 现代舞啊 那后来就是 慢慢又拓展为成人舞蹈 比如说有氧 瑜伽 皮拉提斯 这些等等之类的 好像方向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 就等于说跨很大的领域这样子 大人好像就是 比较有健身或瘦身的一个要求 对对 那小孩好像就是 因为他这个 是筋比较软 所以他比较好这个发展嘛 也不是这么说耶 其实一开始我们都会 先训练他的律动 他的基本律动 比如说平衡感啊 还有协调感 手脚的协调感之类的 那筋骨这个部分可以慢慢拉 因为其实像我 也是天生筋不开 腰不软的 我也是后来才是慢慢拉 慢慢练才把它练开的 所以到了成年还是拉得开啊 还是拉得开 只要你一拉开就拉开 但是你就是像橡皮筋一样 你还是要常常保持这种弹性 你如果说久不拉的话 他又会锁回去了 就是要持续就对 那后来是怎么样接触 这个经由方向疗法 后来就是事业到达了一定的 一定点之后 你就要走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就是结婚啦 生小孩啦 那生小孩之后才发现到说 就是其实天然健康 对不只是对自己重要 对小孩子更重要 那小孩子就是在八个月大的时候 细子疾管炎住院 那住院之后 看他在医院里面吃了很多药啊 打了很多症 就觉得他很可怜 那想要用一些比较天然性的 来让他产生抵抗力 抵抗力 对那我后来就找了很多 多半都是要么就是吃保健食品 那不然就是吃药等等之类 我就觉得小孩子很可怜 就他在我的肚子里面 我觉得我就已经不想要吃药了 为什么我把他生出来 我就要一直逼他吃药了 那后来有个朋友妈妈 海洋妈她就介绍我说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用精油 那我就嗯 好啊那我可以试试看 那一试之后就成主顾了 就慢慢开始就喜欢上 但是就是会觉得说 有一些事情会觉得 会觉得说奇怪 这个精油加这个精油 他把它综合起来 为什么可以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去研究他的原理 对对对 所以我又特别去考了 那哈的方疗师证照 那想要就是在更研究的更深一点 那才会慢慢体会到说 哦原来精油世界是这么的神奇跟奥妙 那可以帮助我帮助家人 跟帮助朋友帮助更多 所以后来就是这本书呢 也是我的经验之谈啦 就是帮帮助在我自己跟朋友 还有家人身上 那就把它写出来的一本书这样子 大人跟小孩在使用上有哪些的区别吗 除了这个量的一个稀释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嗯大人跟小孩的话 原则上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稀释浓度不同 这是最大的一个点之外 在接下来就是小孩子有一些 比较刺激性的就不能用 嗯 比如说像米蝶香 或者是鼠尾草等等之类的 这些的话可能对于他的 呃 譬如说肾脏可能就会不太好 不好代谢掉 所以就是建议就是从比较温和的 开始使用会比较好 我知道有些小朋友 像我们家自己的这个 呃 小朋友他吃巧克力就会 整晚睡不着 对 对就是很敏感 那其实巧克力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很淡对不对 他不是像咖啡这么重 可是小孩子反应还是很大 嗯 对没错 因为小孩子的内脏比较小 就像是动物一样 他什么东西都很小很小 所以你一点点的咖啡 就会让他整晚睡不着 那包括精油也是一样 所以你在使用东西 使用精油 或者是使用比较刺激性的东西 使用在小孩子身上 一定就是呃 要注意他的浓度 嗯 那我们看精油过去的一些 这个使用方法 要么就是涂抹 要么就是滴在一个热水里 让他这个蒸发 整个空气中 呃散发着这个精油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一个 不同的使用方式 嗯 像譬如说 如果说是看 现在的症状 想要 想要处理什么样的症状 嗯 譬如说想要处理心灵方面的 你可以借由就是休息 休息的方式 抹一抹 抹一抹 对 或者是涂在手上这样 对 休息 那如果说是 譬如说 生理的部分 或者是说你的 刚好 就像我们常讲的 譬如说什么筋骨 呃肩膀酸痛啊 或者是肌肉酸痛啊 或者是失眠这些东西 对失眠这些 我们可以借由按摩穴道 嗯 对 按摩穴道的部分 所以就是有很多种的一个方式来可以就是 呃使用精油 然后在小孩子或者是我们大人身上 都一样可以达到一样的舒缓的效果 嗯 可是了解这些使用方式之后 是不是还要怎么分辨精油 其实在书里也是有有稍微简单的提到 对不对 呃呃分辨精油的好坏吗 对 呃你其实像我书上 是贵的就好吗 因为很多人会迷失这个品牌吗 也对 就有一些品牌就是真的很贵 但是呃其实它里面的成分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带商榷这样子 嗯 那也不是说越贵越好 其实基本上你要先做过一个测试 那我很简单的一个测试我在书上面 我有我有写到就是你可以拿一张纸 或者是一张卫生纸 那可以把它精油先滴在这张纸上面 它如果是产生两个油渍的话 就代表它里面有基底油 那里面有基底油的话 就代表这一瓶精油 它其实不是全部都是纯天然的精油 嗯 对是这样子来做 它是复合式 对但是它里面我刚刚有提到的基底油的部分 你也不知道它的基底油到底加的是什么种的基底油 有可能是有加上人工化学成分的 或者是说有加一些掺杂一些我们不为人知的基底油 那可以就是反正让你有达到一贯的分量 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其实事实上我们在使用 我们在选择精油的时候 我们一定第一我们要看这间公司 它的历史 然后跟它通常它在萃取精油的产地是来自哪里 嗯 对农场来自哪里等等之类的 哦 那如果只有单纯的一滴油的话 就表示这个油是比较纯的 它没有这个基底油在里面吗 嗯 如果说它只有一个光一个油渍的话 就代表它是纯的 嗯 对对对 其实就是很好很好辨别 就是还有一种味道 所以 如果你味道你闻了 你觉得很就是很不舒服 就是有感觉有酒精成分的 或者是让你觉得就是不是天然的 天然的味道 这种的话精油也是不是很OK的 是不是像人家讲的那种比较不好的油 就会有什么油耗味或者是油灶味 嗯嗯嗯嗯 对没错 或者是你 其实精油你放久了 它跟它如果说你已经有打开过了 那你放久了 接触空气 对它也会变化 也会变化变质 那也有可能就是变质之后 它的味道就不对了 那建议就是我们精油在半年内 我们最好要使用完 所以精油都这么小瓶 不是因为它很贵吗 是因为这个使用习惯是不是 就是怕接触空气 所以都有关系 不是说越大瓶越便宜越划算 嗯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第一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就是因为萃取的方式 就是它其实它很珍贵 因为它是就是萃取了个精华 所以它就是会比较小瓶一点 那再来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嗯 好那这本书呢 其实呃有介绍到身体的部分 也有介绍到关于这个比较心灵的部分 对都有一些比较建议的一个 这个配方对不对 使用方式对 但是还是要以这个个人体质对不对 嗯对 所以我们都要先去先去做尝试 先去试试看说 这瓶精油到底 呃有没有 适不适合你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它滴在 我们的手肘内侧 或者是手腕内侧 耳朵内侧 我们先试试看说 会不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不适的反应 那如果可以的话 大概 呃 使用了之后 大概差不多等个15至20分钟 那如果觉得 哦 诶 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这瓶精油就是适合您用的 那个反应是指过敏 或者是有不舒服 嗯 就是会觉得 就是会有红红的一块啊 这也不算是过敏 应该是太刺激 嗯 这个的话就是不舒服 太强就对 对对对 可那小朋友怎么办 也是这样试啊 嗯 小朋友的话 我们就是稀释到 他刚刚好的浓度 哦 就像小孩子 如果很卑鄙的话 就是0.5%到1% 那如果说大概两岁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就是 慢慢的往上加这样子 嗯 对 然后先稀释好一瓶 就是他适合的浓度之后 我们再去做试用 哦 就跟我们稀释酒精一样 很大瓶 先稀释好就对 也不能稀释那么大瓶 因为你稀释太大瓶 他也容易变质啊 对 所以像我就是后面 这本书我后面介绍的 就是要如何DIY 我们的家具用品 比如说清洁用品啊 沐浴乳啊 洗髮精等等之类的 也不要想说 啊 每次我都只能够用一小瓶 我想说我这次 给他用个200瓦 省时间啊 对 可是问题是 他其实很容易 就是 因为毕竟他有 跟着其他的一些成分 融合在一起 他也容易产生变质 所以建议我们都 人家都讲说 他在那边卖的 他都差不多 我们都是差不多100瓦啊 50瓦 其实这样子就很OK了 你不要觉得说 啊 大瓶的比较划算 其实大瓶的比较划算 相对的他里面的成分 跟 它的保值 也都是有切身关联的 变质也比较快 对 那我们讲到这个稀释 不管是从0.5%到2% 依照年纪的一个不同 那稀释是用水吗 有水是没有办法混合的 如果说您一定要用水的话 建议你加了海盐 或者是玫瑰盐 它是一个媒介 它就可以match在一起 综合 对 那如果说您是要使用在你的皮肤上面的话 建议还是使用基底油 那基底油都是 都是植物油 那植物油的话 它跟精油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你在做使用会比较好 所以每一件是基底油 对 那这样子你本来的精油要好 基底油也要好 两个都好才对 对对对 所以不能买便宜的基底油 对对对 不能买便宜的基底油 还有就是你可能不能 譬如像有些人会想说 那这样我用家里的沙拉油好了 椰子油 然后橄榄油 就是食用油 就炒菜用的油 乱混 对 这样就炒菜香 那他就讲说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们也是植物油 对没错 可是问题是炒菜用的油 它比较分子比较大 它不是像基底油一样 它又分解的更细 所以你要使用的话 还是要使用就是我们精油 专门用的基底油会比较好 对而且你那个98%用不好的基底油 那其实也是在伤害小朋友 对也是浪费掉了 对啊 所以就变成两种都要讲究就对了 对两种都要讲究 那我们是不是就先从基底油稍微介绍一下 你在书里有介绍一些比较基本常用的 如果说是以小孩子来讲的话 最好的 从baby新生儿来说的话 对它最适合的油应该是甜性人油 它是最能够精油皮肤做吸收的 而且比较没有味道 那也很滑润 那如果是新生儿的部分的话 如果要帮它做 譬如说被动式的按摩 那你可以就是也不用加精油 你直接就用甜性人油就可以了 对 那如果说是第二种的话 我比较推荐是喝喝吧油 对喝喝吧油的话 它是属于譬如说 像有的小孩要有屁屁诊 或者是湿疹之类的 有一些伤口的 包尿布的关系 对对对对 有一些伤口的部分的话 那我比较建议就是可以精油搭配喝喝吧油 它可以解 就是可以让你舒缓 比较不会那么的疼痛 那也会精油就是伤口 然后去做一个伤口修复 这样子的话也会比较好这样子 对等等之类的 我突然想到 那如果说比如说小孩有些这个皮肤炎 或者是这个肠胃不适合的话 其实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肌底油加精油按摩 对 而不是用所谓的层药对不对 其实层药对小孩 很伤害 太重了 对像我小孩 我第二个第二小孩 现在一岁半 那他刚出生的时候 会有脏气 就是肚子会为肚子脏半夜 所以你常常要按摩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帮他排 帮助他排气 因为小时候他可能就还小 他还就是肠胃 他的发育还不怎么完全 对所以我们就是都会帮他用 顺时钟绕着肚脐 顺时钟 顺时钟画圈之后 然后接下来画 我大概都画个十圈 十五圈 然后再往鼠西部下面往下滑 那帮助他排气 对那如果说是 譬如说小孩子吃坏肚子 拉肚子的话 那我们通常会先让他拉 把肚子里面的东西 脏东西啊 先排掉 但是当他排出已经那种比较 比如说水便 比较不OK的话 我们觉得应该要停止 不然会脱水 我们就可以用逆时钟的方式 去帮他做按摩 对逆时钟的话 就可以帮助帮助他止血 这样子 对 好那其实呢 这本书里面教导的是 有时候这个精油的这个比例 你还会 这个复合的配方啊 不是一个 就一种精油配一种基底油 有时候是因为这个 功效的一个这个调和这样子 其实精油很好玩哦 你在调配精油的时候 像我先生都常常看到 我在这边调精油 然后说你很像女巫师 在这边调配 滴来滴去 对 我说其实我是另类的药剂师 因为其实药剂师 他们也都是就是一瓶 拿一瓶都拿一瓶 那打开像西药 他一打开就是好几颗 那其实精油也是一样 就是好几个 好几个精油 单方精油 你把它搭配在一起 他就有就是适合你 现在你必须要去处理的 这个状况的 这个复防精油了 但是前提一定要先测试一下 对不对 对 一定要先测试一下 这个精油对你来说 OK 对 就是大人如果可以承受 可是小孩因为太小 太敏感 所以他不能够 马上就调好 就直接使用 还是要有一个循序 渐进的一个比例 我们是用年纪的方式 先去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搭配 对对对对 像我的大女儿一开始 像baby的时候 她是用0.5%到1% 对对对 那现在已经四岁半 快五岁了 那她现在保养用的话 可能用到1.5% 或者是2% 就是慢慢慢慢徐序渐进 这样子 因为其实 而且精油这东西很好玩 就像用药一样 它会有一个习惯这个配方 然后就突然就 你会觉得 奇怪怎么 每次用这个 你已经调好的复方精油 你已经用久了 就觉得奇怪怎么慢慢没有效 就是因为它已经习惯了 就跟老鼠会有抗药性 所以那个老鼠小强的配方 就是一直变 因为它们会遗传 然后就会产生一些新的抗药性 对对 所以通常我在调 譬如说在保养用的精油 像我大女儿的肠胃 不怎么好 所以我都会习惯用两种的配方 就这个礼拜用A配方 那下个礼拜用B配方 就常常两个 就是不要让身体太习惯 太习惯效果就不好 对对对 可是这精油 你只要稍微 就是拿掉一个配方 拿掉其中里面一瓶单方 再换另外一瓶单方下去 它又变成一个全新的 复方精油了 所以就要有很多单方 的精油 对没错 我现在这本书里面 我有20瓶的单方精油 其实够了啦 对啊 够大家使用了 20瓶单方精油 再加7种基底油介绍就对了 对对 其实最后有个还蛮特别 就是可以自制一些清洁保养品 对对不对 没错 老师我们来特别聊这个部分 这个可能有些人 这个居家 这个蛮多 这个很适合使用的 对啊对啊对啊 像我一开始我很喜欢用那种很香 我还是我还没有生小孩的时候 我很喜欢用很香很香的香氛 沐浴乳 洗发精 然后香水等等之类的 后来我接触了精油才发现到说 其实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讲是非常会产生非常大的负荷 尤其是会有一种叫精疲毒 它会精油皮肤 然后渗透到你的身体里面去 这个的话是很难去代谢掉的 所以我们在用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大了 顶多没关系 反正我们再活也没多久 那小孩子不行啊 我们不能说很baby 它会累积很久 对 所以我们就要从它很baby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用天然 对天然又健康的东西 然后才能够让它长寿啊 我懂我懂 就是如果你常习惯一些市售的化妆品或是香水 可能它都有一些这个化学成分 对 就会慢慢累积在身上 但是我们还活不到发作的时候 所以大人比较无所谓 但是小孩就不行 对 所以其实像我们现在用 像我现在我身上用的香氛的东西 我也都会很注意 所以我都全部都改成 都改成精油了 用精油来调配就对 对 我像我喷 现在喷的香水也都是 就是特别从法国去订购回来 它是用玫瑰蒸溜法 去萃取出来的玫瑰香水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场其实是有画面的 听众朋友 如果你看不到 就表示你没有看YouTube 你可以到YouTube去搜寻 我们这段访问影片 我们现在请老师来帮我们翻译一下书的内容 好 刚才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过的 有关于就是嗅吸法 这个嗅吸法呢 它很特别的是 你在嗅吸的时候 你是要手 手工状 不是整个都贴住哦 整个贴住的话 它其实 因为我们是直接把 纯精油滴在我们的 手掌上 对你如果全部都污住的话 那因为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脸部的皮肤是更细嫩的 很容易会产生就是 我就不要直接接触就对 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空间 对那像这个的话 它也可以使用在譬如说眼睛不适 或者是长睁眼 或者是肝眼症的 这些一些有关于眼睛的一些疾病 你滴上一滴精油 滴精油滴上 应该是乳香精油 滴一滴各滴一滴搓热 敷脸 对 那也是 对 然后你要眼睛眨 要眨让它就是会有感觉到 就是有熏进去眼睛的感觉 会有一点刺刺的 那这个是没有错的 你就是大概差不多三到五分钟 那我妈妈是每天都是这样子在 对 它的老花症状就是有比较 有一些精油 它的浓度比较 它比较浓稠 譬如说像盐兰草 那盐兰草它在滴下来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要等大概差不多一分钟吧 比较浓稠一点 才可以滴下一滴 对 所以它因为它比较浓稠 所以有一些朋友就会想说 那我方便下一次使用 我直接把它倒立 瓶子倒着放 对 瓶子倒着放 可是这是可以的吧 这是不行的 因为精油呢 它是适合放在我们的玻璃瓶里面 它不能够跟塑胶做接触 因为塑胶那个盖子 会有溶胶 会产生溶胶的一个反应 所以就不要觉得 没关系 我们就是慢慢来 我们就是耐着性子 然后就是等待 等待它慢慢滴出来 绝对不要让它倒着放这样子 对 那你在用使用 你在放精油的时候 也一定要用这种茶色的 深色的就对 对 不能用那种透光的 因为它精油 它如果说 譬如说像我们现在这种日光灯啊 或者是阳光这样照射 也很容易产生变质 所以用透明瓶子 应该都是便宜的吧 对 用塑胶瓶更可怕 其实就跟我们买那个大豆沙拉油什么 那有些便宜的油就是透明 然后塑胶瓶 那你买贵的油 基本上都是深色 然后玻璃瓶 对对对 成本有成 其实是很好分 对对是的 那还有就是 我儿子 这个超夸张的 那时候刚好在讲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儿子很喜欢 在家里奔跑 跑一跑跑一跑之后 就青蛙式的直接 直接啪在地上 然后趴下去 对整个额头就凸起来 已经从 它会走路到现在 一岁半 它已经凸起来 差不多四到五次了吧 那每次都是 痛到一个不行 那这个我也是 马上就是擦筋油 一定 而且擦筋 因为擦在小孩子身上 是已经有稀释过的 所以不是说一天擦一次 或者是早晚擦一次就好 我们可能就是要 一到二小时 或者是二到三小时 我们就要擦一次 然后就是要 让筋油一直有在 皮肤上的一个状态 它这样子才会有效的 去舒缓 让你的这个 肿起来的地方 慢慢的扁下去 这样子 那如果说是 呃 譬如说还有 在拍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 现场很混乱 哦 我懂 因为你的小马斗 不一定会配 然后 然后 要一直追着跑 对 因为都是自己的小朋友 来拍的 对啊 那时候就想说 帮他也 因为大的有跟我出一本 产后收生书 那我想说老二出生了 也想说帮他出了一本 精油书 以后长大就不会争了 就做个纪念就对了 对对对 还有啊 现在这个 狮子精 狮子精其实外面 市面上啊 其实就是有很多种厂拍 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 后来我会自己自制 蛤 狮子精可以做 可以自制 对 但是你就不 也是不能够一次做太多 像我这边可能一次就做个 譬如说十张 对 那你就是用完之后 你再可以重新再制造 但是这个精油呢 它你 这个精油狮子精 它其实里面的成分就只有纯 就只有水 纯水跟盐巴 跟酒精 跟精油 就这样子而已 但是你外面 市面上面 你卖的这种湿纸精 你不知道它里面还有没有什么 譬如说防腐剂 对 为了省成本 可能会有些化学的东西 或者是有香味的 那这种香味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 譬如说人工香精啊 或者是一些 因为它要 keep住它的香味 所以它一定会放 人工香精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我都会习惯 自制这种 湿纸精 然后让小孩子健康 然后让大人也健康 像小孩子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它有这种坏习惯 就是东西掉在桌子上面 它会捡起来吃 对 或者是手啊 摸一摸 摸完之后 然后手又去抓 对 拿食物什么 那你如果说你一开始 你就把它的桌面清洁干净的话 你再怎么 它再怎么搞 都没关系 反正都没事这样 所以我都会 坐在餐 一进餐厅之后 我都会先把他的桌面 做清洁 再接下来就是 他们的那个餐饮 把手啊 你也知道小男生很可怕 会到处翻啊 等等之类的 就是你只要他摸得到 他觉得到的地方 你都一定要 都要把它擦干净 这样就会很safe了 对 那还有 我们特别来介绍 这个玩具清洁剂 这个小朋友 一定会玩很多玩具 或到处摸来摸去 这个就好像可以取代 我们大人使用的 那个75%酒精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酒精 它不是不好 但是其实 对小朋友比较重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大人用酒了 其实有没有发现到我们手很容易干裂 人家说指纹会消失啊 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酒精它很杀菌 可是杀太多 反而会让我们的身体导致 就是会有不好的一个症状产生 所以我也都是习惯就是用 这种自制的这种 精油清洁剂啊 那第一味道 它很天然 那第二就是 小孩子去接触到了 或者是不小心去误食了 玩具 其实都都没有关系 因为精油它就是从植物去萃取出来的 它没有含任何的一些人工的 人工化学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它这样子吃下去 其实也就等于说 你去外面吃草 吃化石一样道理 对 对有时候碰在小朋友手上 他有时候手就会拿来这个乱舔乱咬 对对对 一定不能够这个有一些化学东西在残留 对啊对啊对啊 现在这个天气啊 最适合做的就是这个 哦 护唇膏 那这护唇膏不准是小孩子 不管是小孩子啊 或者是大人 其实都很好 都很好去 在这在冬天来讲的话 算是很好用的 那这护唇膏的话 其实也很天然 你也不用加什么防腐剂 什么之类的 那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口味都有 为什么它不同的颜色 是因为它不同的配方吗 我们看到有黄色蓝色 对跟精油的颜色是有关系的 像你原本像我们之前有看到 我们前面有看到有关于蓝绿色的 那这蓝绿色的话其实像这个 对像这个的话呢 它是有里面有个成分叫做德国阳甘菊 是 那德国阳甘菊 它里面有一种成分叫做天然菌 天然菌 蓝色的蓝 对天然菌 对就会偏蓝色 那这个的话其实对于皮肤的 就是皮肤的一些 比如说伤口啊 或者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皮皮疹 湿疹啊 对 或者是异味性皮肤炎啊 都有很好的一个舒缓效果 对 所以这个天然菌是相当珍贵的 所以它颜色很漂亮 不是加了什么人工色素 对 是经由天然的原色就对 没错没错没错 对 老师有没有在教这些课程啊 因为有时候这个看书来做 还是有点困难 或是一开始要买很多工具这样 一开始基本的工具会有啦 那我有的时候我会在我的粉丝团 比如说你 做示范就对 对会去做示范 但是我会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不想说就是做太久 所以我都会把它浓缩 然后用字幕打上去 所以大家可以到我的 就是脸书 你打上杨欣欲 小女老师 粉丝团 你就可以找得到我 或者是在IG 或者抖音 那也都有 不过现在就是 因为我之前是舞蹈老师 所以我之前放的多 就是很多都是 舞蹈的 运动的 对 运动的影片 但是我现在慢慢慢慢 我都会放上一些 有关于 精油DIY的手作影片 然后开放就是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到底怎么样做会比较好 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小妮老师 为大家介绍他的新书 儿童居家芳聊 苹果无出版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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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